昨天晚上有位单亲妈妈 载着两岁幼儿在深夜里 大街上到处找块筛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王女士 梅花阿姨 陈先生 时钟叔叔 你们两位睡得香吗 睡得香吗 一开始我要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是真实发生在彰化花坛乡 时间是昨天晚上 大概十点半钟左右 那一位单亲的妈妈呢 她当时骑机车 载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为什么要把孩子载出去 因为家里没有其他的大人 非载出去不可 载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大街上到处找 还有没有药房是开的 我家里没有快筛试剂 孩子发烧了 我买不到快筛试剂 怎么办呢 那还好现在网络很发达 她就在这个花坛人的 这个社群的里面求助 我必须给花坛民众按个赞 按100个赞 给彰化的民众按100个赞 我们台湾人太友善了 马上很多网友跳出来 来来来 我给你 我家里有 来 我们约在一个什么地方 见 网友用资深的经验告诉大家 没有快筛 医院不会做PCR 那最后呢 她在网友的热心协助之下 提供快筛试剂给她 这个妈妈说呢 她说我自己也发烧了 我再发烧了 但我家快筛试剂 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 晚上我买不到 那如果是陈时中 或是王美花阿姨 会不会跟她讲 有啊超商就有啊 你去超商买嘛 八大卖场就有 超商是24小时都开啊 你为什么不去超商买呢 很简单嘛 太贵嘛 一季就贵80块钱 如果是三个人都要验 而且不止验一次的话 三个人就是240 240说不定一家 三口就可以喂饱了 一整天如果自己做饭的话 真的啊 你青菜啊肉啊买买 是可以的哦 一天一家的菜钱240是够的哦 所以啊请教一下 大家知道吗 在晚上后来他们的问题 大概在11点多是解决了 好先跟大家讲这个真实发生在 昨天晚上的故事 所以你告诉我嘛 快筛试剂够不够 够不够 好再来看对比很强烈 我们的经济部呢 也一样在昨天晚上哦 精心做了一个图 时间是傍晚的5点58分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晚上啊 所以经济部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 但你记不记得5月16号 有一名60多岁的男子 在药房门口排快筛的时候猝死 后来死后证明是确诊 所以他是在排快筛的路上 那你要问你干嘛去排呢 八大通路不需要排啊 超商马上就有啊 确实我昨天去我们家旁边的超商 看到桌上有一堆 我也没有买 我也觉得很贵 对不对哦 没有买 那但经济部告诉大家 快筛议题不用误解 请支援澄清哦 所以怎样呢 这个很便宜啊 政府协调啊 优先销售国内市场啊 价格啊 有需要都很方便啊 快筛实名制 昨天还有2%哦 没有卖完呢 没有卖完呢 八大通路快筛事情 还有33%都没有卖出去 有这么多啊 哪里有缺呢 部分出口产品标示低价 只是个别通路的促销价而已 寒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讽刺 同样是5月17号 傍晚的时候 经济部感觉非常非常良好 告诉大家 没有缺没有缺 假新闻啊 来支持支援员一下 好我们澄清一下误会 然后几个小时过后呢 这位单亲妈妈 在深夜 载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大街找快筛 然后民众帮助了她 我们的政府一点忙都没帮上 你怎么看 这政府本来就没打算帮你忙 他们现在包括民进党 包括1450 口径一致 全部都在宣传快筛 现在管够了 陈前副总统不是也出来讲吗 说快筛不够是两三个礼拜以前的事 现在全部都够了 如果够了 我就想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如果够的话 你干嘛还每个药房限制78剂 是啊 说得好 你就直接开放就好了 对啊 随时买都可以 对啊 让大家去买 你不是管够吗 显然就是不够嘛 不够才要实名字 你都还在实行实名字的东西 就表示他不够啊 所以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实名字还有2%没有卖完呢 那废话嘛 因为台湾有这么多偏乡 那个偏乡很多 那个地方的地方卖不出去 可是大都市大家都等不到 好经济部小兵真的很辛苦 常常做这个梗图 做到这个深今半夜 这个你看到 这梗图都非常非常的精美 特别做梗图告诉大家 你们这些人哪里有缺 搞不清楚状况啊 那很值得这个 讽刺的对比强烈 美国白宫刚刚宣布 美国家庭到现在为止 就可以向政府再申领第三批的快筛 免费的 每个家庭呢 有这个八个 每个家庭有八个 那前两批都已经发了 每个家庭最多可以领取四个 所以加在一起呢 总共16个 今年来讲 每个家庭就可以拿到16个 免费的 只要你上网申请预约 就立刻会有 那刚刚我讲的这个到底缺不缺呢 今天这集在网友上 在网路上超嗨的 缺还是不缺 经济部你讲的准 还是我人民感受的准 我美花当然不缺嘛 陈世忠也应该不缺嘛 庄人祥也不缺啊 对 竹记长都要跟他借 我们之前就说 庄人祥你可以借我吗 我也想跟你借 可不可以你借我两年后再还你好吗 网友说如果有超前部署 你现在干嘛澄清呢 对不对 清楚一个小时完售 下班根本就没有 要澄清什么 人民如果买得到 就没有人误解了 还有刚刚这寒冰 搭信我们 那你干嘛还限78季呢 我请凯翔谈一下 我觉得谈这节 好像有点拉低我们的智商 也不会 其实我刚刚在直播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刚刚署长在讲话的时候 然后我正在那边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看到我们在上节目 他就立刻赖我 他干嘛 他在这个文山区 某个药局前面排快筛 他正在排啊 对他当下正在排快筛 然后说什么 他排了快要两个小时 当然不用排这么久 因为后面比较晚到了 还是买得到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请我帮他讲三个字 那三个字不能讲 我说你抖那五千块我就讲 他说那我 那我还是自己骂就好 然后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那你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什么有两%未受完 这不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讨论说 你说空床率有50% 有47%一样 对就是不换 也许不换寡 但终究换不均嘛 知道而且不均的状况 显然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个 夜当玩这个文字游戏干嘛 这不就是统计学上面 最经典的笑话吗 就是我跟吴语书两个人 平均每人一颗搞完的故事吗 这有什么好拿出来一只讲的吗 那是神经病嘛 他就不是这样子讨论的嘛 其实我想要花点时间 一点点时间好了 就是西方姐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大概讨论说 各自的这种家庭 然后什么 什么就是买得到或买不到 或是180跟100块这样子的一些落差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讲说 有育幼院跳出来讲 说我们其实我们非常缺快塞 对然后有的育幼院 然后收容比如说50个院童的 然后他现在规定是院童 然后呢不像说那种食物 你捐一批进去 然后那个量 可以用调配的方式 快塞就是你一个人就是要一只 然后其中还包括像是什么 什么保姆啊 申辅员啊 协助事务的厨房阿姨啊 社工等等 有说有说稍微规模 大一点点的育幼院 他一个月可能需要用到2400剂 如果你一次 你要排到实名制 你要排到猴年马月去啊 根本不可能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很缺 他其实也找不到人家捐赠 他们真的自己跑去排 也不可能排到这个量 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大 其实我一直都在讲说 快塞实名制这件事情 是一个脑残的政策 它完全违反所有经济法则 你应该是要扩大进口量 然后呢 政府应该要征收部分的快塞机 去满足这些弱势团体的需求 或是公务部门 或是不方便自己去排队的 你满足他们的需求 其他我们这种有能力的人 我们真的需要 那我们就多花一点钱去买嘛 你只要保障那个进口量就可以了 结果现在变成是 一般民众 也许我愿意多出一点钱 然后能买到快塞的 然后我还是要给 去排那个实名制 可是呢真正 它真正需要被保障 然后价格要低廉一点的 那些弱势中的弱势 它反而没有获得足够的量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蛮糟糕的 那如果 我觉得这个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你有对这个讯息 然后你有赶的话 我觉得建议大家上网去看看 有能力的 其实真的可以帮助一下他们 好 确实这个快塞 我非常同意凯翔的看法 它其实就是这个 骑头市的平等嘛 这个北北基陶 我们看到这个这么严重 这么需要快塞 但是呢快塞实名制不是 每个人都骑头市的一些平等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你会说 目前还有剩 你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跟病床数一样嘛 重点是 这些重灾区要给多一点 这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弱势要给多一点 但是我们在政府很奇怪啊 我就讲说这题 谈好像拉低自己的智商是不是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组 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者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谢谢大家